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善语 吓坏人了 今年中国洪灾非常严重 从6月中旬开始到8月初 全国从南方到北方 从珠江到长江到黄河流域 洪峰 内闹 泥石流 滑坡险情不断 创下20年来同期最大殉情 灾情 瞧他了 下面没车子吗 车子开到前面就看看 发现了吗 他们说开100米 开到那就看到 你看就变塌方了 8月3日30分 四川省康定市日地村 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洪泥石流 造成巨大损失 此次山洪泥石流致使雅康高速 一处隧道间的桥梁垮塌 车辆坠落 日地村村民房屋被冲毁 根据甘孜州通报 截至8月4日14时 山洪泥石流灾害已造成 日地村6人遇难11人失联 隧道间 桥梁垮塌4辆车 共11人坠落 2人遇难8人失联 目前从日地村经过的雅康高速国道 人事中断状态 这次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两条线路停运 265户用户停电 一名亲历者表示 乔他时起了很大的灰尘 他看到后即时刹车 当时在他前面有四五辆车 但不清楚有多少辆车坠 当地一基层官员说 8月3日凌晨 当地雨大 河水浑浊 于是立即报告 当地便连夜呼叫转移村民 泥石流10分钟后就到 目前日地村及临近几个村庄 已安全转移近千人 据介绍此次山洪泥石流颇度抖 来势猛 在受灾严重的日地村 由于近村水流湍急 上游山洪土泥石流冲来巨大堆积体 给搜救和抢通道路等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目前日地村许多房屋被巨石和泥沙掩埋 有的只剩下半个门窗 还有的房屋甚至只剩下屋顶 被冲毁的汽车各式各样 有的甚至被山洪泥石流直接给推到了树顶上 而家居物品电器被冲的散落各处 官方通报说截至8月5日9时 康定灾害造成9人遇难18人失联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 死亡或失联人数可能更多 陆媒分析这些地区容易出现 土泥石流灾害的原因时指出 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土石结构 本就比较容易在大雨与洪水发生时 形成土石流灾害 加上不合理的工程开挖 弃土、弃渣、采石、烂伐、乱啃等活动 破坏了山坡表面 导致山坡稳定性下降 增加泥石流发生的风险 据统计 这已经是2024年发生的 第三起被媒体报道的 高速公路奔塌事故 中国几十年来大搞基建 但质量堪忧 近年频出事故 均被怀疑于工程质量问题有关 7月19日陕西 榨水县内的丹宁高速水扬断公路桥梁发生局部 单侧垮塌 官方8月2日更新发布称 已确认坠河车辆25辆 死亡人数已从12人上升至38人 仍有24人下落不明 事发当时当地出现山洪 但民众质疑事故是因为豆腐渣工程引起的 该桥启用时间为2018年12月19日 当局宣称调查 但至今未披露调查结果 5月1日 广东梅州往福建隆岩方向梅隆高速公路 11点9公里处 发生路面他方事故 至5月2日14时 造成48人死亡 30人受伤 对事件官方称之为灾害而不是事故 有观点认为此举是为了淡化影响 其中一位网友讽刺的说 中国的豆腐渣基建狂魔 最终只会造成民众坠山这种悲惨的结果 也有网友表示 中国国内的桥岛路他事故 可能已经不再是偶发事件了 未来只会发生的越来越频繁 中国今年入夏以来接连遭遇暴雨灾害 尤其是湖南自新市雨量之多强度之大 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 历史罕见 全市13个乡镇均出现暴雨或特大暴雨 导致多处道路塌方 道路阻断 电力中断 房屋倒塌 伤亡惨重 官方数据称 截至8月1日12时 至少30人遇难 35人失踪 20万亩农作物受灾 7.6万亩耕地遭到损毁等 但当地灾民披露 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官方通报的人数 死者多数是老人和小孩 这场洪灾不是天灾是人祸 龙溪最大的水电站垮了 水电站下面的杨家平被洪水移为平地 而这些水电站的私人老板都是有政府背景 平常蓄水只为发电赚钱 洪水退去 有的村子几乎被移为平地 到处一片狼藉 民众损失惨重 资新灾米李先生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说 资新建了好多水电站啊 几个电站垮了 冲了这个路啊 桥啊 房子影子都没了 冲的有这么严重 有些地方就是挨着河边上就都没有了 全部冲掉 失踪的人找不到了死亡的情况 现在三位数所有 受灾面积太大了 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 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进不去 当地另一位灾民 张先生表示 房子冲很多 人很多都冲走了 因为那天晚上洪水太急了 天又黑 有的人没出来 官方报道 现在可以说了 早几天还不能说 洪灾发生后 我过去坐那个船 因为道路垮 抢险救援 工作好困难啊 电站里面有几个人没出来 网传空拍视频显示 龙溪乡灾后沿河都被黄泥覆盖 很多房子消失 到处山体滑坡 参与救援的当地灾民透露 灾民都靠自救 包括龙溪在内的多个村镇 至今没水电 没通路 没有获得救援 也有资新市民透露 该市龙溪乡受灾非常严重 事发前没有受到台风预警 龙溪的小水电站被冲垮 遇难的多数是老人和小孩 其中燕窝村是自新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受台风隔美的影响 资新市燕窝村附近有大大小小上百处滑坡 山洪冲击带来的淤积物将民房冲击的面目全非 灾难发生后燕窝村停电停网 无法与外界联系 现场一片狼藉 我家里是什么都没有了 房子全部都倒了 还好大家都很团结 有水大家一起喝 有饭大家一起吃 燕窝村村民陈华东第一次感受到了家门 这条朝夕相处的河流竟是如此疯狂 看着被泥石流吞没的家园 看着被毁的大片庄稼 它的脸上满是沉重 8月3日 红网时刻记者驱车前往燕窝村 两侧山体在洪水冲下后 布满伤痕 几乎难以看到有完整 直被覆盖的山头 唯一进村的道路上 部分路段路基被山洪掏空 处于半悬空状态 8月2日湖南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声称灾情和伤亡的原因 主要是地质土壤和气候造成的 引发质疑和抨击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 中共这种说法完完全全就是在推卸责任 其目的是掩盖其玩忽之手 给民众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蓝述称之所以出现这一类 如此之多的这种事故 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库 为了自己的利益 大家都不愿意放水 都是拼命的蓄水 结果到了洪风来的时候 他就顶不住 就造成了如此之多的民众生命财产损失 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兼执行长基立健表示 中国政府多次水灾也好 地震也好 很多时候都是避开这个人祸 都推向这个天灾 他们因为现在这个民怨沸腾 对他们执政维稳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他们也害怕 8月1日 中共总理李强前往自新市燕屋村及阳公堂村 实地查看灾情 同时主持召开防汛抗洪救灾现场工作会 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这是中国今年夏季发生一连串洪灾以来 前往灾区视察的最高层级官员 面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提问 李强去了 对你们有帮助吗 村民回答说 看见新闻了 有没有帮助 要看它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要帮上了才叫有帮助 没帮上有什么用 这么多年来 就好像出现过这么一回 走一下就回了 好像被派来作秀一样 是来表现党的伟大 没有人离我们死活 没有人救我们 中国高层领导人鲜少前往灾区视察 李强上一次视察灾区 还是在2023年12月4日到甘肃青海地震灾区 检查指导灾民过冬安置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而习近平则是2023年11月10日到北京河北考察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至于为何李强视察湖南灾区 而习近平不见踪影 时评分析人士唐俊远分析说 现在中共领导可以享有无限的权力 却可以推卸一切的责任 天灾人祸 政府来帮你 不但不是政府的责任 反而是政府的一种恩典 他们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再说现在中共当局对救灾 是更多的倾向于用维稳的手段来处理 如果习近平现身 现场有民众抗议怎么办 还要考虑自身的安全 包括阵敌暗杀自然灾害的风险等 不仅湖南近期中国各地洪灾频传 据中国水利部7月31日发布消息 今年中国气候偏差 强降雨过多历时长 江河洪水发生早发展快 入汛以来 珠江 长江 太湖 淮河 黄河 松辽等 流域大江大河 先后发生25次病号洪水 列1998年有资料统计以来 第一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四川和湖南是中国受风暴和洪水影响最严重的省份 过去10年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外界注意到中国近期的水灾报道篇幅都很短 中共已经脆弱到不能让任何负面信息出现的地步了 虽然时逢汛期 但是对比以下往年的灾情数据 中国汛期的灾情程度是一年 重于一年 有媒体分析 这些地区容易出现土石流灾害 源于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土石结构 本就比较容易在大雨洪水发生时 形成土石流灾害 加上不合理的工程开挖 弃土弃渣采石 烂伐乱啃等活动 破坏了山坡表面导致山坡稳定性下降 增加泥石流发生的风险 除了四川湖南8月以来 山东地区引来持续性强降雨 截至8月5日 强降雨已经造成德州等地出现 道路积水路数折断 龙田受损的情况 在猛烈暴雨之后 德州县城站点检测平均降雨量130毫米 五成降雨量10小时降雨258毫米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不少科学家警告 气候变化已是导致极端天气事件 频率和强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 近日中国东北吉林省 辽宁省和黑龙江等地也遭遇洪灾 其中吉林省多个水库 连日泄洪 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沿河出现灾情 特别是农村 大面积农田被淹 连日来地处压绿江 流域的吉林省临江市遭遇降降雨 这使境内多条河流超紧接水位 出现洪水倒灌 城市内闹 吉林临江 这座宁静的边陲小城 正被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 无情的洗礼热 据视频显示 防洪警报 响声刺耳 居民小区内很多汽车泡在水里 街道行船 道路被冲断 山洪呼啸而下 视频中有拍摄男子惊呼 看看这大水太吓人了 一栋房子只露出个房顶 顺水飘下 有女子说 这房子下来了我害怕 相关消息登上了微博要文 有网友更贴质疑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事故呢 台风暴雨都持续好多天了 没有提前准备部署吗 洪水围城 从7月31日起至8月4日 吉林市丰满大坝 已连续泄洪5天 泄洪洞仍以每秒3500流量持续泄洪 受水库泄洪影响 下游牡丹江市 武昌市等地洪水泛滥 江边的房子和几十万亩农田 已泡水多天 吉林市民王女士说 咱们省主要的水库 68个水库 错峰泄洪 丰满上游和红石发电站 和白石发电站 水泄网丰满 水库泄的松花江都上涨了 洪峰到了松原了都受灾了 现在挺难的 武昌有个姐姐她家 27响水稻全都泡了 牡丹江市民 韩先生说 现在就怕泄洪 江边都淹完了 码头桥啥都被淹了 大棚都泡了 菜 茄子西瓜 番茄 啥都有肯定死了 你看这包米都完了 四五天都泡在这里了 平房进水了 在水里泡着呢 现在这味道老臭了 近期中国多地在线 无预警泄洪 令民间损失巨大 死伤难以计数 这样是不拿人命当回事 无预警泄洪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 都是难以想象和不可接受的 时评人王赫表示 水库无预警泄洪 是中国政府免责的手段 如果预警 百姓就可因政府的泄洪行为 而遭受的洪涝灾害 向政府寻求补偿和救急 中国政府制定的防洪法 防汛条例等等 虽然规定有关政府部门 附有补偿和救急义务 但都不给出具体补偿办法 而且对泄洪进行补偿 事情麻烦出钱又费力 搞不好还会被上级骂 地方当局往往都能压就压 能推就推 能拖就拖 许多时候所幸无预警泄洪 中共从上到下心知肚明 却观观相互层层相互 前中共媒体人赵兰健 也斥责中共当局 频频无预警泄洪 无异于屠杀人民 近期中国各地的洪灾 让他想起了童年时的惨痛遭遇 他感慨 几十年来中共并没有改变 而老百姓因为新闻封锁 无从知道真相 小时候我家住在辽河附近 这是中国第七大河 经常在夏天发洪水 大部分洪水都来自于水库 不通知就开闸 而且是半夜开闸放水 因为白天会被灾民看见 过去东北很多农民住房是土坯房 只要一来洪水必然倒 小时候我见过太多的大洪水导致的流民潮 他们趴在货车的火车上 向更深远的东北四处逃难 各地政府几乎无救助能力 随其自生自灭 这些苦难场景硬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遗憾的是 几十年中国政府从没改变 赵兰剑说 中国的苦难不断重复发生 是全民麻木无法认知共产党的邪恶性质 不知通知的情况下 半夜开闸放水是大屠杀行为 这种接连不断的泯灭人性的行为 已是中共统治下习以为常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